深沟爆 一笑 最近深沟爆小小朋友越来越有知识了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让我们来一起探索吧 原来是由于深沟爆小楼了一个新的图书馆 新的图书馆不但干净 又有许多的书籍 书籍内容也非常丰富 这种书能让小朋友的知识越来越多 老师们还会利用空档时间带小朋友上去 借书籍阅读书籍 以上新闻由深沟爆小三年中班过配音编辑播报 最近浮山植物园常有猴子和山腔在大楼旁走来走去 如果您有去过应该会发现路上有荫花 夏季时会有水晶蓝 如果您想看水晶蓝时 夏天时要快点去 否则会被山羊或一些小动物吃光哦 以上新闻由三年中班陈寗飞编辑播报 最近的小猫常常被车子撞 看到他们被车子撞 接二连三的小猫都死了很多 看到他们的脖子上还有相声 一定是由他们的侍族抛弃了他们 可爱的小猫就这样接二连三的死了 希望你们不要抛弃可爱的小猫 以上新闻由 深刻国小三年中班确指针编辑播报 在纽约的1月15日 有两个人在做社会实验 他们在牌子上写说他们失业了 房子租不起 只能依赖路人帮忙喂两只哈士奇 路上行人来来去去 但是却没有人停下来帮忙小狗买吃的 虽然有小孩停下来玩了一下小狗 小狗也开心的亲着小孩的手 但是小孩还是离开了 还有路人停下来掏出手机拍下这一幕 但是也没有提供帮助 也有不少人停了下来 但也只是看看而已 两只哈士奇都无聊的躺在地上发呆 这时有个黑人看到小狗蹲了下来 看着牌子若有所思 他后来又走了 本来这个行为已经让人暗默了 没想到十分钟后奇迹发生了 男子回来了 带了价值25美金的狗 十位小狗 墨以和一梯询问男子为什么愿意帮忙 男子回说 我是流浪汉 我知道饥饿的感受是如何 墨以和一梯拿出5000美金送给男子 对他表示鼓励与支持 让男子感动落泪 以上新玩游深宫国小三年中办游子林编辑播吧 在11点08分 今天第二个小时 那呢 节目来宾已经来到现场 大米做广播已经好多年好多年 我第一次是在节目现场可以访问一对母子 讲母子好像这个名词很奇怪 反正就是把妈妈跟她儿子找来了 简单讲就是这样 我们欢迎妈妈跟儿子 妈妈是王素月 陈素月 你看他刚才说你生蛋 我就向上又给你变世王 你是不是要抗议一下 你说陈比较大是不是素月 有多大 你说陈这个性比较大 以前一直以为陈里满天下 什么叫以前一直以为 现在也还是啊 没有没有 后来我嫁给姓黄的 发现姓黄的更多 是这样子啊 你是说在宜兰吗 没有 觉得到处姓黄的都还蛮多的 所以现在是黄太太 黄太太 所以这个免不了了 我还是称呼素月就好了 我们认识了一阵子了 然后素月 我今天把素月找来 还有他的宝贝儿子 我也想先跟这个小朋友打个招呼 也让小朋友跟听众打个招呼 好不好 哈喽 嗨 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 我叫黄兵权 黄兵权 他姓黄 三一打三一打 你先生姓黄嘛 那兵权 那个你的绰号很好记 来介绍一下 怎么 就我叫小碧 小碧 声音很好听的小碧 我们呢 先跟妈妈聊天 因为呢 有妈妈才有小碧嘛 这个什么逻辑呢 我找 找了这个素月 先有鸡 还有先有蛋的吗 先有鸡 对 今天以这个 四月份的这个时期来讲 其实我 在前一阵子就想要找素月 还有小碧来上节目 可是呢 素月 你那时候给我 给我的理由 你还记得吗 应该是农忙吧 对 好大的理由 这个 做残人 只要说 我残你 你没赢 就是最大 所以今天 百忙中 还是这个 不管是小朋友 高中生 他现在是高一嘛 对 是 对 小碧现在高一 其实现在的小朋友 都不容易 比起大人 他们不会比较不忙 像待会儿 今天下午有那个 咬人麦克风啊 我就有邀一些小朋友 说要不要一起来参加 可以有一些表演啊 然后 这个小朋友 一个女生就跟我说 老师 我很忙 我没办法过去 我心里想 你你也不过就才十岁 你到底在忙什么 其实就是忙跳舞啊 忙学才艺啊 忙参加社团活动 很多要忙的 那我们 邀请素月 带着小碧来 其实是因为 你们主要在宜兰生活 的这个忙碌的部分 跟农 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主要是务农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那些 我们孩子平常不忙那些的 你是说 才艺班啊 跳舞啊 唱歌啊 对对 玩桌游 都不忙这些 桌游有在玩啊 桌游是 因为桌游是我们 就是我们孩子 会玩的娱乐 桌游很棒啊 可能连大人 也可以一起玩的 会会 我们玩那种 是连大人 都可以一起玩的 该不会是连桌游 都自己设计的吧 我们家 小学五年级 还在升高国小念书那位 他就有自己设计桌游 看吧 我就知道他们不容易 就是不甘寂寞 觉得买现成的 哼 逊 我自己来发明一套 自己的桌游 他们那个是搞笑版的 有是不是 对 你知道哪里搞笑吗 哪里 因为错字连篇 你知道国小五年级吗 对啊 原谅他啦 可是这样子也应该 蛮有趣的 很这个独一无二的一副桌游 所以就玩起来 就会很搞笑 苏彦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的这个家庭生活 跟物浓的这个缘分 是怎么来的吗 物浓的缘分 其实 我来宜兰 今年 八月份要满地 要满九年了 要进入第十年了 那还没有来宜兰之前呢 因为我的这个小臂呢 他小的时候就是 还蛮过敏的 他有过敏体质 他就是皮肤上面啊 就是一开始是显现在 皮肤上面的状态 因为他很过敏 所以我在台中呢 我们就有 去学一些 就是身心灵健康讲座 那他就是会有一些 生机饮食的一些 他们那边有在做 那个生机饮食的疗法 那其实我是在一个禅寺学的 那边的师傅 他们做农产法门 他们就是要务农 然后一边修行 一边务农一边修行 他们要必须做农耕 然后他们也在推广一些 就是友善耕种 甚至就是说有教我们怎么去 制作一些食品 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做的一些 比较传统的食品加工 譬如说 比较简单的 像晒萝卜之类的 那个都是传统的食品加工嘛 然后我们也学做一些酵素 泡菜豆 做酵素 对 然后因为在那边的时候 我觉得那时候就突然 心里面就有一个小小的 因为我们以前是住公寓 然后那时候就生起一个 不切实际的梦想 就是如果有一天可以种田就好了 但是那时候我马上就帮他打擦 因为我们以前是住公寓 我们是不会有那个 不会有田 不会有田 不会有地的地方 然后所以就觉得一个 那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那个幻想 结果很奇妙的是 因为先生工作的关系 我们就来到宜兰 我先生是在核电厂上班 那我们为什么来宜兰 因为我先生就说 他在北部上班嘛 那我们住在台中 先生就说 他这样每个礼拜回家路好遥远 他说那我们往北班好了 可是他在核电厂上班 我们又不能太靠近他的公司 所以我们后来就想想 宜兰看起来还不错 就是有点点小距离 不会离那个 然后离他 他平常如果要每天往返 也不会很远 就大概一个小时的 那个搭火车 一个小时的车程 对 所以我们就来到了宜兰 那来到宜兰就 马上就有奇妙的缘分就发生了 我们就认识氧化铁 氧化铁 对 氧化铁他是在做极田米的嘛 对 那所以那时候 就运气也很好 就马上认识氧化铁 然后氧化铁就 就被氧化铁拐去种田 嗯哼 氧化铁说 氧化铁的名言 他说种田只要打三通电话 要种好田只需要打三通电话 是 拿三通 氧化铁说种田超简单 只要打三通电话 第一通呢 就是打电话给戴根 过来翻土 冰头 胖蚕是吧 胖蚕 第一通电话胖蚕 第二通呢 第二通电话当然就是差样了 找胖头攀完的 胖蚕攀完的 碰啊 对对就差样 嗯 然后第三通电话呢 就是第三通电话当然就是收割 所以他说三通电话就解决了 然后我就糊里糊涂 我就种田去 这你也信哦 你相信是不是 被拐上了贼船 没有 我是单纯的家庭主妇 那你老公也相信这三通电话就可以种田吗 当时 我老公他就是 在核电厂毕竟不会懂这些 不一定 他也不懂这些啦 说真的 所以老公也支持 所以你们也就真的开始 是租田开始试着种田这样 老公觉得 老公可能会觉得他有点委屈啦 因为他家日还要夏天 真的 我觉得委屈的不只是 素月的先生 黄先生吧 还有他身边的这位小碧 可是其实 因为小碧那时候还很小 那时候才小学一年级 我为什么说小碧委屈呢 这是因为我今天想把他找来节目的原因 因为呢 他过去是过敏没有错 还小没有错 可是他妈妈在不久之后 就开始让他自己夏天了 也开始 小碧的这个成长岁月里面 就跟田脱离不了关系了 对不对 你是用这样来治他的过敏啦 我现在突然觉得说妈妈你这个过激多端 等一下 中田跟过敏原则上没什么关系 刚刚前面有提到 那个是因为他过敏 然后所以我们去参与了这样的课程 对 参与了这样子有机的方面的课程 然后因为参与那个课程当中 妈妈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对 而且没想到梦还成真的 对这是还蛮妙的一件事情 人真的会梦想而伟大 就那个力量 就是也不知道是就老天爷就想帮你了 然后就推了一把 所以缘分就促成了在宜蘭 开始有务农的机会 其实会有这样的梦想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古字里 有没有我们还蛮喜欢这片土地 台湾这片土地 然后不惜 就是因为我们是主妇嘛 我们是主妇我们比较关心 我们会比较关心到说 我们自己的下一代 我们在吃什么 然后我们的环境 那是其实是因为对于这个环境的关系 所以才产生这样子的梦想 才想说如果可以自己 就是亲生去种植 那其实那是对这样的 我们可以贡献的力量会是更多的 对 然后一方面我们自己 又可以吃到安全的食物 那小臂的过敏就彻底的克服了 没有小臂的过敏 小臂的过敏是因为他 我后来就是自己 自己在养他的过程当中 发现其实是那个添加物的问题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尽量 我们吃简单的食物 然后说加工品的话 尽量自己制作 然后也自己种 就是譬如说自己种田啊 然后后来也有在经营果园 对 然后宜蘭这边还蛮好的 因为这边就是人口老化嘛 很多老农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在种植 那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说去租地耕种 而且 苏月你有四个小孩 是 然后三个男丁 对对因为刚好我就仗着我们家有男丁 真的你 才可以这样做 苏月你很会 这个完全符合农村的标准 就是生多一点孩子来帮忙务农的事情嘛 对对对没错 我相信很多在地的这种农村人口啊 阿伯阿嬷看到你 一个孩子接一个孩子 尤其来宜蘭之后 还有继续生育 没有没有 我在台中就生完了 太可爱了 我在台中就准备好了 把一切的能量 就准备就绪 准备就绪 然后全部带来宜蘭投入了 蓝阳平原的新生活 是是是 务农的新生活 所以我们待会儿呢 想要听听小B 他在自己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 来到了宜蘭农村 当然这应该是我这么说 其实我们想等一下听听这个 这么帅气的男孩 你说他小时候过敏 会有什么情况 我现在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又帅又酷 然后眼神很笃定 然后想法好像很多 可是他不会随便透露 所以等一下我们需要花一点功夫 我们先用一首歌的时间 来酝酿一下 以利高路 结石雷雷的倒水 11点24 听到以利高路这个歌 希望大家没有睡着 阿伯 我们睡觉 快点精神哦 差不多这边 我们又开始了 音乐太舒服了 你等你收听的是 咪咪之音 第二个小时 我们节目邀请到 陈素月小姐 还有她的老三 可爱的小男孩 现在就读 罗东高宫的 小B 哈啰小B 嗨 嗨 哇这个声音 真的是小鲜肉的声音 好美哦 阿姨真的 怎么可以当着 当着妈妈的面 说她儿子小鲜肉 应该没关系嘛 素月 还好 还好 她妈妈说还好 小B跟我们 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 你看哦 你刚刚听到妈妈说 九年前 来到宜兰 那时候你几岁 你还记得吗 有印象吗 那时候 要生二年级的时候 国小二年级 那就是大概七八岁吧 好 那你还有印象 你对宜兰的 那时候的 想的 那个回忆里面 会出现什么画面吗 刚来到宜兰的时候 从台中 那样子的地方 然后来到宜兰 有印象吗 就感觉好像 家里空间变大了一点 哎呦 听得出来 家 租了一个蛮大的家哦 是这个意思吗 跟以前比起来比较大 因为以前是公寓啊 对 之前是 那种公寓形式的 然后也就一层楼 空间很有限 所以当时住的家里面 你等于是你的 下课之后吧 那个整个 呃 家里的生活环境 多了哪些空间 你印象中还有的 你可 有个 有个空地吗 还是说 家门前 有什么东西 你现在也都 因为你们后来 又搬家了吗 原本住的地方 跟现在不一样 就印象中 至少从一层楼 就变三层楼啊 哦 一样 就是 都要偷天 住在偷天的那一种 那又什么时候 开始有对田 夏田的记忆 还有印象的 就那时候三年级 学校就有农耕课啊 哦对 因为你上的是什么学校 跟我们介绍一下 慈兴华德福 慈兴华德福 所以在三年级 就开始有夏田的课了 对啊 嗯 那时候是开心 还是说有一些 会不会有一些担心 呃 可能从来没有下过田啊 其实一开始就 就跟着学校而已啊 嗯哼 然后没有特别的 会害怕田里面 出现的小动物或什么 也没有啊 适应的这么快 所以小碧 呃 是老三来讲 前面已经有哥哥姐姐 有种过稻的经验 也应该都会跟他分享 这些种稻 而且我们家自己 就有种稻了啊 对对对 好 所以那个 马上直接要切入 最辛苦的部分 小碧 你根本就不是 像一般其他同学 可能就是 学校的课程里面 要种稻而已 你回家是真的 要帮忙夏田的 对不对 你会帮忙哪些事 田里的事 嗯 就帮忙补秧之类的 补秧 还有减夫收罗 哦 补秧 那就是最近的事情 对不对 对 好 补秧 那你 你补过几次秧了 捡过几次福寿罗 数得出来吗 每一年都是 数不出来 哎呦 什么呢 这样听起来很老熟 你 数不出来吗 你来依然九年 所以 你看哦 从你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 会夏田的经验来讲 然后现在已经觉得 数不出来了 我已经补过不晓 不晓得几次秧 捡过多少福寿罗了 觉得 有一种觉得自己 也是个农夫的感觉没有 有啊 有是不是 我们还有晒骨子 对你们是手工日晒的骨子 对 小B 日晒骨子 在那个夏天最热最热的那个季节 你应该很害怕那个晒骨子的时期吧 也还好啊 只是觉得每次晒骨子的时候 就会很痒 很痒 当然啊 那有什么防备的防防护措施吗 可以怎么样比较不痒 就是一开始痒就不要抓 抓了会越抓越痒 哦 那可是晒骨子是一整天的事 对啊 如果痒是可以用水冲一下 嗯哼 你这些晒骨子的经验 或者是抓福寿罗夏天的工作经验 去学校的时候跟同学可以交流吗 嗯 不太会 为什么 就没有想提这件事啊 哦 因为跟你同样经验的同学是不是也不多 应该是吧 大部分同学都在谈游戏之类的 哦 啊糟糕了 那他们谈游戏的时候 你你也会觉得 嗯 没有什么共鸣 没有什么交集吗 会不会 嗯 有什么担心 没有办法跟他们谈游戏 还好 你对游戏的看法怎么样 你觉得玩游戏 你喜欢吗 就觉得玩一点是还好 但不要太过头就好 过头会怎么样吗 哈哈 其实也还好啊 哈哈 你觉得同学们 呃 玩游戏的时间可能他们在家里 可能可以比较 呃 凉快啊 然后 舒服自在的玩游戏的时候 你很可能是在田里工作 你那时候会觉得自己这样生活是辛苦的吗 其实也还好啊 都都还好 你人生很豁达耶 这个豁达的心情是怎么来的 是因为看着爸爸妈妈也都那么累 就没有理由拒绝是吗 差不多吧 嗯 哦 原来是这样 诶 这个这个时候就要问一下素月了 素月这个小朋友哦 这种能够 小孩的心甘前观对在家里要做餐啊 是因为你给的他们什么样的观念吗 你怎么教他们要认知这种生活的很踏实的感觉 嗯 其实小B是好孩子 哦 你这个话中的意思是好孩子的意思是 他是 他是真的还蛮好的孩子 他 他假日 像他们这种高中生的年纪 就是其实上 就是青春期到青春期的时候 中学青春期的时候 一般孩子就是会比较自我一点嘛 嗯 然后他们会想说 假日要跟同学去玩 那小B算是还蛮好的孩子 他假日先会 会先问我们家庭 有什么活动 哦 嘿 他会先以家里就是的需求先为主 然后因为 现在就周休二日嘛 会有两天 那一天他会 一天他会安排他自己 他自己要 可能他自己的活动之类的 嘿 哦 哇 对 然后他会 他会想说一天 就是因为我们家 我们习惯就是假日 我们是在工作 嗯 因为爸爸也做了很好的身教啦 哦 假日爸爸就会 我们田里需要忙 果园需要忙 我们就会先以这个为主嘛 嗯 因为农忙不能等啊 对 而且你们的 耕种的农法是 没有农药 没有化学肥料 是 是 我们就是 我们比较倾向 因为现在其实现在农法有很多种嘛 那我们是比较倾向秀民农法 但是对秀民农法 其实我了解也没有那么多 嗯 我们只是很自然的去种植 然后尽量不要干扰土地 嗯 所以我们就比较 呃 我们就 我们就采用不施肥 不施肥 对 比如说果园的话 虽然说不施肥 但是我们是 我们会割草 然后等于是像 类似一般所谓的那种草生栽培 嗯 我们还是会除草 然后把 把它那个土地长出来的杂草 然后再覆盖在上面 那其实那就是它的肥 嗯 我们就比较不会说额外的 从其他地方在 运送 不同种类的 可能是积分 或者是什么肥料 嗯 来我们的那个土地 我们就不做这样子的事情 嗯 嗯 我就是想到你们这样的自然农法 其实要投入的人力会蛮多的 是是 所以小朋友平常上学的时间上学 假日的时候 所谓假日 其实就是投入家里头的 务农的这些事情 是是是 我就是 我今天特别要把 你们母子找来 就是想要见证 真的现在还有 还有可以观测这件事情 我都以为之后 我自己小时候 自己都会抱怨自己 小时候就觉得自己拍命啊 为什么别的同学 假日都在放假 为什么我 我放假的时候妈妈说 你以为 嗯 礼拜天休息就是休息吗 你还是一样要早起啊 很多事情要做啊 我想说 啊 是不是只有我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 长大以后慢慢觉得 哎 哎 这个 都可以玩自己游戏啊 去到处交游的同学都很多啊 就觉得自己的家庭的这种 对爸爸妈妈的身教很重要 这种严谨 他们没有休息的时候 我们家其实没有那么 没有 也没有真的那么严谨啊 哎 要试试 我误会了 没有 只是说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想法啦 我的想法是说 孩子他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假日很多就是 嗯 因为平常上 现在的人压力比较大嘛 嗯 那所以 假日的话 大家就想说 嗯 要安排一些休闲活动 对 那只是因为我们当了父母亲之后 我的想法就 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在于说 因为我们养孩子 那孩子他 在还没有学会工作之前 我们就 如果我们一直在他去休闲娱乐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讲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影响 嗯 对 就有点像那个 传统在讲的 老一辈人在讲什么 什么 有减入蛇 哦 有蛇反减 对 有蛇反减男 其实就是这句话的 我觉得 其实是 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 这样的一句话 然后我自己养孩子之后 我就慢慢去感受到说 我们一直让他 我们 因为有很多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变成啃老族嘛 嗯 然后我看到这些年轻人 变成啃老族的时候 我的想法就会慢慢 就会生出来 我就想到说 嗯 我们在养孩子的时候 我们没有教会他工作 可是我们一直教他休闲娱乐 那他长大之后 你怎么 你要怎么再去教他 回过头来去工作呢 嗯 我觉得这会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情 嗯 嗯 自己去感受到这样的东西 然后所以就 我希望说 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先 让他学会负责任 然后让他学会 就是生活自理 像我的孩子 他们 比较小 他们就要自己洗衣服 哦 我们家就没有 我没有让孩子用洗衣机 洗衣服 嗯 每个小孩自己负责 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 是是是 就是我觉得就是 让他们先学会 就是生活自理 然后负起他自己个人的 这个部分的责任 嗯 能够这样放手 让孩子自己 洗自己衣服的妈妈 很不容易 因为 就是 就是也是想说 他们要先学会 他们 他们要把自己的部分 他们先负责起来 然后 所以我们才会利用假日 然后又去务农 嗯 务农的话就是 一方面是因为 我们家都是男丁 然后他们其实食量很大 哈哈哈哈 他们要吃比较多的饭 要吃要自己煮就对了 对对对对 我中就没饭吃 对对对对对 你讲真的啊 对啊 你讲真的 你们家的米就只有 供应自己家里吃吗 嗯 主要啦 主要 当然就是有额外 有额外的话 我们其实还会再拿去做米酒 哦 米酒 但是你们并不是像 有时候 呃小农 会自己有一个品牌 然后还是可以 贩卖给亲朋好友 我们比较 我们其实我们比较 不倾向贩售啦 因为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 只是想说 我们可以先可以 自己自主 嗯 当我们能自己自主 我们有能力 自己自主的时候 才去 就是才会想 就是想说 这样才会有机会 再去贩售 但目前为止的话 嗯 到去年之前 我们其实种的 都主要是自己吃 嗯 听起来就是 菜这都不够了 要哪有可能打汗 家里的 家里的需求量 已经太大了 明年 今年 今年收割 收成的话 比较有机会 因为今年就是 种的有比较多一点 哦 所以有可能 大家可以吃得到 你们家的日晒米 日晒米超好吃的啊 听说 更香更Q 对不对 嗯 我这个部分 我们 因为我们一直吃日晒米 所以没有感觉 好啊好啊 骄傲成这样 来听一首歌 这是江蕙 还有SH 其中的Ella 陈佳华 唱的拍到丁 有什么要点这首歌 我是想着说 今天的小臂来 唱节目 这个小孩 他懂的事情 他会的东西 特别的不一样 是不是在学校 会变成拍到丁的小孩呢 当然不是 其实我觉得拍到丁 有时候 另一个意思是 有个性 有坚持 不随波逐流的 先听歌 待会继续回来 咪咪之音 人家说你 拍到丁 有轻轻 有三步 你的心 明明是中感情 若买得你真假嘴你冰冰 人说我太刀顶 我心情我故事有较劲 等别人来昏定 不如一个人更紧张 每个礼拜天早上10点到12点 今天第二点节目特别来宾是 陈苏月苏月又找到她的老三帅气的小碧 来到节目现场 很开心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中聊到的 就是这个务农家庭 像是小碧 小碧刚才听这拍到点 拍到点这三个台语你敢听有 听不太懂 拍到点呢就是难相处 可是你会觉得自己因为比起一般 你说如果是跟以前台中的朋友联络好了 他们或许很难跟你有一些生活上的交流 因为你已经跟他们有太多太多不同的生活的经验 对不对 那有时候谈起话来 人会觉得 你拍到点 你讲的都跟我们不一样 你讲的内容跟我们都不太一样 你会有那种偶尔那种感觉吗 其实还好 还好 为什么可以还好 是你比较 你也蛮能够参与别人在好奇的东西这样吗 就不会去参与他们了 就不会 可是你也不会去企图说希望他们多了解一些你的东西 也不会 可是那你这样子平常觉得最开心的就跟同学分享的东西会是哪一方面 就不知道 就看有什么合得来的就分享什么 你会聊福寿罗都是怎么样被你捏爆的吗 不会啊 好那你告诉我好不好 你福寿罗都怎么处理 就那个会现在好像农会有在卖福寿罗 卖福寿罗 所以就会拿去卖 那卖到的钱是你的还是妈妈的 妈妈的 哎呀 素月啊 这个钱怎么会是归妈妈呢 福寿罗是小碧剪的啊 小碧 你是不是觉得钱应该是你的 其实也还好 我看我今天就整 我今天整个就在挑玻璃间 人家明明素月跟孩子感情超好的 对于种田这件事情 或者是家里有种果树来讲 有让你觉得以后也想要做的事情吗 会有一些启发吗 不会 不会 好哦 这件事情也回答的蛮干脆的 所以大概以后会想要尝试的是什么 因为我现在就在读电子之类的 所以以后应该会做这些 你喜欢电子方面可以钻进那个机器里面 电子器材里面 然后不用一定要有大树 不用一定要吹到凉风 不用一定要跟狗狗在田里面乱跑 其实这是一种 你也生活在农村这么多年 可能 其实这些都多少都陪伴着你成长 让自己有一种舒服很自在的 很淡定的这种淡定歌的味道哦 对不对 我们想哦 在这个 在台湾 然后能够在宜兰长大 然后你上的学校 像慈兴华德福是一个比较 比较不一样的教学的体制 这些都会成就一个很不一样的自己 不过现在在罗东高中读书 罗东高工 罗东高工 对 那上课压力大不大 跟以前相对来讲的话是比较大一点 跟以前相对 是指就是在慈兴华德福就比较自由 轻松一点 所以现在是课业压力那方面或者是竞争的压力 对啊会比较大一点 一开始有没有很不适应的地方 也还好啊 就是那种人的竞争要比如说要为了分数什么这些可能是比较大的不同 会是哦 有偷偷的觉得跟妈妈有聊过 觉得比较不喜欢的部分吗 也没有 这个事情就要问妈妈才行 这个时候夙愿妈妈要上场了 像是他在慈兴华德福的那么多年 应该是一直到国中嘛 对不对 对 一直到九年级 然后三年级到九年级 所以回到这种教育体制内的高工上课的时候 你自己有经历过他的跟他一起走过什么适应期吗 没有耶 这么容易是不是 是因为他是第三个小孩嘛 那其实我的孩子他们在进入体制都马上就进入了 他们没有说有适应不良的问题 无缝接轨 是 猴腮雷啊 也没有其实因为原本华德福教育讲的就是 他就是要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然后可以就是进入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 是是是 也对 所以能够完全的融入 然后很能够调适的这些能力 其实都是在那样子过去的环境里面都可以培养出来的 是对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说 但是不见得每个人就是都有这样适应环境的能力 嗯 我其实也在想不只是你把它你对孩子的教育 你选择让他们读磁性华德福那样的环境 还有包括你像刚刚提到一些教育的理念这些 还有就是你自己你们家庭整个是在实践那种环保的把很多环保的观念落实在生活的细节里面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很难脱离那种实化产业 嗯 对 但是我所以我我只能说尽量 嗯 降低使用塑胶的生活这样子 大概有哪些方面是一定家里的成员都一定要遵守的 一定要遵守的 嗯 太多了还是说都已经融入生活中了所以不会刻意去提 你讲的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在生活 嗯 所以你现在要问我我会觉得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能想到的比如说随手关电灯就是一定要吗 哦是我们家的电灯很省的呢 哦 所以不吹冷气夏天再热都没有吹冷气吗 我们没有我们对自己没有那么刻薄啦 哦 对 就是我们还是会吹冷气只是说我们吹冷气我们过去的方式就是 呃大家一起睡觉 嗯 哦全家人睡一间 是 吹冷气比较省 对 吹一间就好了 对对对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 嗯 那在食物方面当然就是因为自己有 有种米啊 然后有种菜吗 嗯我们菜比较少种因为我们没有农地 嗯 然后菜我们就是还是种盆栽菜 嗯 对因为我们是住一般的偷天啊 嗯 是 那在那个其实一个家庭一家几口是 我们家六口 一家六口 这个家庭的开销最重的是什么 以你们叫 学费 哦 学费哦 对哦 学费 学费对我们来对学费对我们来讲是最重的 嗯 是 那您先生 然后其次 啊还有贷款啊 哦 哦 房子贷款 嗯 对 所以 呃真正的一些生活开销民生的需求来讲反而是可以降的比较低的哦 是啊 嗯 然后娱乐的消费也没什么娱乐消费 我们家平常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娱乐 对 可是却都好像很开心幸福的表情是因为都自己做玩具嘛对不对 前几天素月也还在教那个煙 煤 呃梅金 做梅子嘛 对对 你很会 你会做的农产加工品好多哦 嗯 还好啦 因为其实 我给我自己定义我是专业的家庭主妇 对 解读一下什么是专业的什么 嗯 因为其实以前我原本就是有在经营评部教室嘛 嗯 我在做缝纫 嘿 然后可是呃后来又因为自己是家庭主妇的关系又有一些呃像跟料理有关的课程 嗯 嗯 这些是可以贴补家用的学费收入吗 哦对对 其实我都是我的工作就是打零工嘛 对因为然后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一下做这个一下做那个我都不专精 因为现在就现在是在呃现在是一个讲求专业的时代 嘿 然后我就有时候做吃的很有就是分享料理的教训 还有时候又是缝纫的教训 嗯嗯 那就会有有有些人会对我产生这样的质疑那你到底是在做什么 所以就所以后来有一天我就发现哎 我在做什么 其实我就是一个专业的家庭主妇嘛 不如就给自己这个名称就对了 对因为我是想到说我们再怎么做其实我们都远不及就是 在我们上一代的老人家 嗯嗯 你看我们以前的老人家他们什么都会 就是说我说专业 呃我所谓的专业的家庭主妇 嗯嗯嗯嗯 他们其实以前的人他们要自己做衣服给自己的孩子穿 嗯嗯 哦对 对所以以前的贡征就是那个缝纫车嘛 对 脚踩缝纫车是以前阿嬷的贡征 嗯哼 嘿 然后以前的阿嬷还要会板斗 因为大家煮然后他们要煮很多人 煮一架子的饭 对 嘿所以他们他们还会板斗 现在逢年过节也就都在外面吃 对 然后以前的 你就都自己来就对了 哎没有啦 我我没有那么厉害啦 我就说我真的要真的要跟以前的阿嬷比 我们真的还是差太多 嗯嗯嗯嗯 然后你看以前的阿嬷 他除了就我刚刚讲的会做衣服然后会板斗以外 他们还要夏天工作 嗯哼 嘿对 对他们他们是我的那个偶像 你还把他们当偶像可见你自己也做不累吗 根本不怕累的做得很开心 有啦当然还是会累啦 因为其实农事农事就是我们家的农事方面 我大部分其实是出一张子 因为我们家有难听 我怎么感觉到就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专业家庭主妇勒 陈素月你厉害你真的很厉害 这样子这样子讲 这样我觉得自信是对 我们必须给专业家庭主妇 但是你知道我曾经因为小孩生太多 就是被鄙视这样被歧视 怎么可以这样呢 没有在我们在在都市的话 其实真的会这样 嗯嗯 在都市的时候我们生太多孩子就是 嗯 就是感觉上还蛮丢脸的 No no 现在小子化就缺你这种啊 没有没有我们是到农村才发现我们非常的强势 超强的啊 对 11点53分 今天来了一位很强势的专业家庭主妇 充满骄傲的陈素月小姐 带来她的儿子小碧 在咪咪金 节目已经快接近尾声了 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插播 还没跟大家报告呢 就是 好啦 一听到这个歌 听到油雷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大米要告诉大家 油价下个礼拜一 也就是明天开始 油是涨价还是跌呢 告诉大家好消息哦 明天油 降价 降五角 降五角 还蛮多的耶 降五角 这个素月刚刚是开车来吗 我骑摩托车 哦很好 也是要检查一下油表哦 可是降价加油站都不会降 加油站 每次经过加油站 加油站就会贴 明天油价要上涨 没有啦 你意思是说他们不跟着这个规定走吗 不可以吧 会啦他们会跟着规定走 但是他不会通知你啊 我们每次注入加油站 然后就会很紧张 明天油价又要上涨 赶快去加油 所以我就要在这里特别服务大家 记得 明天油降价降五 所以后礼拜 大家加油的时候 加油 应该心情都不错 因为降价 然后油价每个礼拜都有波动 所以在咪咪之音的第二个小时 大米呢 会播这个油雷的这个片头出来的时候 就是要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 油价是降价还涨价了 好啦油价降五角的消息过后 今天节目最后 我想问我们今天的小特别来宾小碧 一个小小小小的 小小小小的好奇 小碧在宜然长大 那请问你啊 我们最后 因为现在已经十一点五十六分 你只要用三十秒就要很短很短 也不用讲很多 我知道现在小朋友高中了嘛 一定超酷的 话能够讲越短越好 母亲节快到了 你能不能分享一个 你跟妈妈曾经有过一个很难忘的回忆 是什么 很难忘的 对 现在有时候自己会想起来 不一定要跟妈妈说的 好笑的或难过的都没关系 有吗 不知道 你 你真的 你真的太 太狠了 你就跟我说不知道 其实你心里一定有 有时候应该会想起来 那最近一次跟妈妈 笑得很开心是因为什么事 会不会是因为刚刚找到电台 啊终于找到了的事 会不会迷路的事 有没有 我也不知道 好 这就是做节目的考验 当来宾给你的那个考验是 你问他的 你问他对他的好奇 他是很酷的说 我不知道哦 那主持人自己就要ending 好啦 这个学习表达或者是说 会不会把心里的事情分享出来 我觉得那是也是透过一些经验的累积的 今天下午三点到五点 我慎重的邀请这个小碧 来参加我们的咬人麦克风活动 在松原小屋 不管你是要唱歌跳舞 说故事 讲笑话都没关系 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 你可以上去 就分享一个 你觉得很有意思的才艺 或者是一个笑话都可以 下午三点 如果小碧跟数月有空的话 我们一起到松原小屋玩好不好 谢谢素月 还有小碧今天到节目中来 谢谢 谢谢 谢谢大米 有空要常来玩哦 我相信小碧 在每个时期的他 也会都有不一样的他 我很想在农村里面做这个迷迷金 然后看着一个小朋友 我跟着他一起长大 看着他的改变 然后当然这个专业的家庭主妇的改变 我相信也还是持续会发生的 谢谢你们今天来 持续专业中 持续专业中 太厉害了 谢谢 谢谢大家今天收听 迷迷之音 最好 这一人 水一行 送给大家 会报三点 但有人麦克风 松原小屋 见 拜拜 拜拜